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上久违露面的林志颖在《少林寺传奇十三棍僧》中扮演起了唐王李世民 其中李世民为救民于水深火热率领重将 刺探群擒重了买腹 从而引发出由原彪饰演的《少林寺教头》谭宗率领十三棍僧 奋力救唐王的传奇故事 也许是天生一副娃娃脸 林志颖给人的印象怎么也难以和李世民联系到一起 而为了演好唐王林志颖确实也颇费苦心 使出了几招独特的法宝 首先是行刺 愿王者当然要有王者之风 所以林志颖先从战力作形下手 像可能一开始剑 有些人可能放在这边 我想按下刀放在这边 这个很爱手爱脚 那怎么办 可能站的时候就可能握着 没事就这样 一定要扶着这个 这样感觉好像比较有威严的感觉 威风凛凛的林志颖站在军长中运筹帷幄 除了一招仪式上的规范 细力庄严而精炼的台词也大有帮助 别看李世民一会儿身穿盔甲 一会儿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 在因刺探军情被俘后 十三棍增选来救驾的一场戏中 他可是狼狈不堪 面对四面八方刺来的刀剑 林志颖的唯一办法就是躲闪 到在天龙八步中 林志颖饰演的段玉也经常使出躲闪这个招数 那次是有灵波威富和六脉神剑护体 这一次的黄上比较不好当 那段玉的打很简单 又买神剑 全部死光框 不过这次林志颖就没那么幸运了 林志颖试验的这个唐王李世民确实不轻松 左抖右傻 还时不时的手伤 不过这些对很久没出来拍戏的林志颖来说 确实件很刺激的事 演皇帝还要穿威亚衣 我想怎么会要穿威亚衣 该不会是皇帝会飞吧 没那么厉害 很刺激 虽然没有什么太多的打戏 但是也经历了那种 比打还辛苦的这个过程